书屋里的孩童认真写功课 书屋负责人林美金 在旁学出指点学生课业 功课写完小朋友们才能游玩 打球或练习跳舞 我们来这里都会看书屋写功课 然后写完功课的时候 大家一起练舞 然后练完舞的时候 老师就会煮饭给我们吃 有很多老朋友 还有可以玩舌板 有大车 还有球 所有的小朋友们没到星期三 在老师带领下 主动前往部落赌鸡老人的家里 帮忙打扫 很开心可以帮到那些 很算 就是没有人照顾的老人 你们打扫的时候希望他的生活如何 过得很好 新商书两年前成立 照顾部落内二十多位国中小 单亲及隔代教养的孩童 这里就好像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简单的那个照顾方式 就是针对单亲跟隔代教养的小朋友 然后希望说不要让 最主要照顾原因是希望他们不要再走上一代的那种 那个过程 希望他们未来可以变好 就这样最单纯的那个 苏的小朋友放学后 既在一起完成课业 一同游玩 并且学习关心 独自老人 每位小朋友变得更加开朗 但现在只有林美金照顾这群小朋友 他希望可以有更多资工 可以投入 一起照顾部落的孩子 关心部落独自老人 接着法国台东东河采访报道